疫情時間確實大家心情可能不是這麼平靜 過去就好 但真的過得去嗎 原因是因為現在藍營一一跳出來 再揪的就是什麼 再揪的就是這當中到底有沒有所謂的貓膩 其實不只藍營 就連前民進黨的立委郭正亮 都連說兩次太過分了 原因是因為他發現 台灣現在所謂的拓業世紀 竟然比別國還要貴 一貴就貴了大概有三倍以上 來看到這個就是韓國的所謂拓業快篩 目前在台灣會由福佑達公司進口 由他們來幫忙來進口進來之後 賣給台灣的民眾 可是在澳洲賣一個是70幾塊錢 台灣賣一個竟然是230塊錢 昨天來幫忙接這當中 內幕消息的台北市議員徐鴻庭就講 這絕對是暴利 原因是因為一賺就會賺到45億元 他們就懷疑是不是又在獨厚福佑達 他講到福佑達 他們說這當中是跟高端又有關係 所以大家就在問 為什麼是不是只要有關係就沒關係 林毅華特別提到就他了解去年其實相關的這些拓業四季 送了大概有40件通通被打槍 這麼厲害福佑達送去兩個星期就能過關 王陽明也說了他真的也有朋友認識的朋友 確實有遞鑑申請拓業快篩 但是完全沒有得到任何的回應 所以也沒有所謂的衛福部長的說什麼 因為案件他送來的文件裡頭需要補件 根本就沒回應哪裡來的補件 但是他們要問的就是先前這麼多人送 後來就這麼一家過 這裡頭到底有沒有鬼呢 對於這一些的疑問 有人覺得說政府是不是又在圖利特定廠商 昨天記者會上頭陳時中也被問到了這一題 他的回應也蠻有趣的他說不是嘛 現在藥局已經有一季100塊錢的可以買 那我們現在就是幫忙大家進更多的快篩進來 那福佑達就是有貨啊 那進來之後他要賣多少錢 這個叫做自由市場 價格是自由市場所訂的 你要覺得不合理太貴 你可以不要買 對於這樣的說法 你的感受是什麼呢 來我們來問問看線上的財威 你的感受是什麼 230你覺得不覺得太貴 太貴不要買啊 我覺得非常瞎 我昨天自己在臉書上面也有提到 其實我們這個快篩 唾液快篩試劑 我們當然是很需要啊 但是在需要的前提是 第一價格要合理嘛 那230其實我們跟馬來西亞比 近賺是150 也就是一季快篩 他就可以賺150元 好我們不論這個到底賺多少 我們首先我們要拿得到嘛 但是我們拿到的前提又是太貴 那所以那昨天陳時中就說 很貴你就不要買啊 價格不合理你就不要買啊 我實在很難想像一個官員 怎麼會講出這樣子的話 快篩試劑 不管是快篩試劑或拖曳快篩試劑 其實現在他都已經是成為民眾的日常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去上班 我們也都需要快篩 那還有去一些特定的場合 我們也都要出示快篩試劑 甚至現在學校已經把快篩試劑 是已經當成是一個戰備的存量 他必須要有一定的數額 那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快篩試劑應該是政府他要去控管好數額 還有價錢的 那麼陳時中怎麼還會長出 你覺得價格合理就不要買 這種話我覺得非常的沙 好再談到不佑達 剛剛提到他已經是可以進賺150元 這個賺的數額相信大家已經覺得 非常誇張非常的多 好那我們再回到說其實剛 昨天學鴻廷有爆料 有40家的廠商 有曾經去要申請過 結果都被打槍 那最後就不用打一間可以 那當然覺得很奇怪 那實藥署署長還有說 有了他們有接受到10家 有要去申請 但是10家他可能有些問題 都是在補件的問題 但他不覺得計劑感很深嗎 提到補件大家想到什麼嗎 兩年前一年半前來 我們的疫苗 是不是也是一樣 大家會質疑 為什麼其他國家疫苗買的這麼順利 我們國家疫苗買的這麼個卡 那麼不順利 那我們的衛福部也是跟大家講什麼呢 一樣補件的問題 還有包含我們的郭董 要買疫苗的時候 也遇到好多好多補件的問題 所以才有傳出一頓啊 當時候郭董的人直接向你衛福部 當就是把那個文件送給你 那你再來跟我講 看看有沒有什麼補件的問題 所以補件的問題 這幾乎就是已經成為了一個衛福部 他永遠的藉口 這個藉口是什麼呢 他的目標是什麼呢 他只是要卡 非我綠營 非我自家人 非可能跟高端有關係的人 就是其他公司 跟我沒關係的人 我都卡 也就是只要你政治不正確 顏色不正確 不是我自家人跟我沒關係 哎呀 你就是通通都有補件的問題啦 那只要是跟 我的自家人有關係的人呢 沒關係 你的文件什麼的 那都好處理 所以這當中就可以 很明顯的發現 這現在的蔡政府 就是只要有關係就沒關係 像剛剛一華委員也講到了 為什麼這40多家的快篩設計的公司 他要申請 都沒有辦法都被打槍呢 那之前政府為什麼不把這些疑點告訴大家 為什麼我不告訴大家這40多間的快篩設計 這十幾間需要補件的快篩設計的公司 他申請的問題出在哪邊 那大家趕快去辦不就好了嗎 那你偏偏今天只放了一間公司申請通過 然後又讓大家一點重重 再去質疑你的價格問題 那這問題不就是打臉你自己嗎 那顯然現在他們講不出這些問題 他們沒有辦法第一告訴大家 為什麼這麼多間來申請的公司 我都沒有辦法讓他通過 那為什麼今天福佑達可以 我覺得首先 衛福部他要把這件事情講清楚 福佑達他憑什麼通過 那憑什麼他可以賣230元 這麼貴的價格 那之後我們價格要怎麼調整 我覺得這都是現在政府必須要趕快 跟人民講清楚的 否則我不覺得人民 會去買單這230塊的快篩設計 當然因為現在快篩設計 其實真的是很難買很難買 所以我相信有人會 去買這230塊的快篩設計 但是我覺得不可以把台灣人民當盤子 是另外財威我也要想要請問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也要問 其實這一次所謂的快篩 他們是所謂的腰標 腰標進來 可是現在我們已經不講前面的高登了 因為他高登他在他確實來投標之前 他就已經被爆了 然後被爆的時候他就不來了 另外9家現在卻也被發出 要嘛就是可能跟綠營相對親近 那有的呢 他可能就是感受上頭 他是一家業務範圍很廣 先前沒有過類似經驗的公司 為什麼這9家裡頭 現在還有沒有其他有問題的 你們藍營現在掌握的資料是什麼 其實我跟大家講個概念 不知道大家對這個腰標跟招標 有沒有一些概念 其實基本上呢 我不是講說針對福耀島 但是我是講一個概念 我們一些地方政府 在做腰標或招標動作的時候呢 我們有一些比較不厚道的政府呢 他就會他希望某一間公司進來 但是他又不能做的太難看 這個時候可以怎麼辦呢 他就找了其他幾家公司 就跟你說啊 一起來一起來標一起來標 那可是我可能這一次不會讓你得標啦 但是你就一起來標 好想讓大家看起來 一切公平透明 都有這些正義的原則等等的 但其實他私底下已經告訴你了 這一次不會是你 但是我下一次 會不會再給你其他的東西呢 但最後最後 他有可能就是只是想要讀後 某一間特別的廠商 跟他特別好的廠商 那其他幾家怎麼辦 其他幾家沒關係 在這一次他的這個案件 他可能標不到沒關係 他可能下一次 他有其他的案子可以標 又或者是說呢 今天我政府跟你講好 這一間我 今天我就是先給福耀達嘛 那接下來第二第三波 是不是在換你 那這一次你先跟著大家一起招標 那下次我可能一樣用腰標的方式 再給你第二家 再給你第三家 所以我覺得完全可以理解 這10間這9間公司 都是跟綠營比較親近的 為什麼呢 他因為他就是要幫政府做到一個 好像表面上看起來 公平好透明的原則 好再來的話 石耀署署長他說了 這幾間10幾間哦 你看我們還是都有說 他有補件的問題囉 哎 那我們怎麼都沒有看到這幾間出來喊呢 怎麼沒有看到這幾間出來喊說 哎我我的補件狀況被打了 那我是不是要趕快送件對我們都看不到 所以這真的是一個很奇怪 都希望他們講清楚 好今天上午好 非常謝謝彩薇來教我們的政治討論 感謝你 水神物化器 好就是這一台 它24小時呢 在我們這個環境的攝影棚裡頭 基本上是隨時的在做空氣當中的清銷 我們現在水神物化器呢 也有像這樣迷你的這麼小台水神物化器 請大家呢 像快點GO下單的時候呢 輸入我的代碼CTI588 會有蛇扣優惠